接下來要教的是課本上幾乎沒有教的叫做解理 解理就是延長斷裂而沒有錯動 沒有錯動就是沒有相對的移動 叫做錯動 那叫做解理 來 照片 解理 每一條裂痕就是一個解理 每一條裂痕就是一個解理 OK嗎 一條裂痕就是一個解理 每一個裂痕就是一個解理 解理斷掉的那個面叫做解理面 通常會是個平面 所以彎彎的那也不重要了 然後呢 解理通常不會只有一條 會有很多條 那麼大致平行的 我們就稱為一組 那有兩組以上就會有一個角度 有一個交角 來 豆腐鹽 還有幾組解理 兩組嘛 直的一組 橫的一組 切開豆腐鹽 兩組解理 還有兩組解理 OK 那這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玄武元的特徵 他冷卻收縮會形成一個 六角形的柱狀結理 一根一根 這是玄武元的特徵 造成一個特殊的地質景觀 這個是彭湖會很有名的原因 這個以前非常愛考 現在呢就不愛考 因為他純死背了 就純死背了 純背了 六角形 柱狀結理 純死背 所以現在不太愛考 就是了解一下就好了 這個是要請你分清楚 分清楚 來 結理跟結理 念起來都一樣 可是不一樣 老師跟你講過了 掌握重點不一樣 Keyword不一樣 它破掉的玩意兒不一樣 它有很多不同 我們重點是破掉的不同 上面這個結理誰破掉 下面這個結理是誰破掉 是誰破裂了 上面結理是誰破裂 下面結理是誰破裂了 誰破裂了 誰破裂了 那麼我們找 下面結理是礦物破裂 OK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停車站借問 看好看清楚照片喔 看清楚照片喔 玄武岩六角形柱狀 我們找一哥一哥的六角形喔 有幾組 有幾組 一哥一哥的六角形有幾組 我們找兩個一男一女好了 來 一哥一哥的 注意看照片喔 看清楚照片喔 一哥一哥的有幾組結理喔 好 他有幾組結理兒 他有幾組結理兒 好 我們找一男一女吧 先找這位叫做 男生三一三 你的答案 沒有答案 想一下 幫我告訴我 換一個女生 有女生嗎 這叫做一號嗎 寫那麼下面 一號 一號 有幾組 也不會喔 要不要隨便猜一個 一二三四五六啊 不可能比六還更多吧 六角形嗎 那不會 你比六更多 一二三四五六猜一個吧 會 猜一個吧 猜三一組 請坐 換你 三個 三個 請坐 猜三的人很多 猜三的人很多 就是說 或者說正確回答三的人很多 好 答案呢 叫做 四組結理 來 六角形 六角形 來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 這裡還有 來 有一組 平行是一組 一組 平行是一組 平行是一組 那還有一組 上面 就是你看到這個照片上面 你看到這個照片上面 那個裂痕有沒有 所以它總共有幾組 四組 它總共有四組結理 很簡單的就是問一問題 但是說實在 不是 考試不太會考啦 因為課本就只有一句話 岩石破掉 叫結理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我講的比較多一點 OK 我講的比較多一點 就讓你知道一下 結理就是岩石 岩石破裂 但是沒有錯動 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跟各位介紹的結理內容 OK